中國是大國 不過最近有一件事就是最新發誓 韓國也相當之有氣勢 這個氣勢來自尹錫悅 他最近發表一些涉台的言論 他說台灣的事是國際間的事 不是純粹兩岸之間的事 就好像韓朝之間和朝鮮之間的問題一樣 這應該視為全球性的問題 如果簡單解讀的話 他似乎是直接干預中國的內政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的統一 整個進程來說 內政已經是一個非常清晰的原則 所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提出 解決台灣問題中環的事 清楚了 不容他人智庫 什麼叫智庫 不要插嘴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 台灣問題是純粹中國內政 是中國核心 利益中的核心 就是核心中的核心 尹錫月先生 說完這句話 被我們反駁完之後 似乎心有不甘 他派出他的副部長張虎鎮 當晚在20號 在首爾外交部 召見中國駐韓大使 是刑海明就中方對韓國總統尹錫月 涉台發言作出的評論 作出強烈抗議 在西方的炒作之下 這個事件是視為中國的國家 受到韓國的質疑 韓國是什麼國家 現在簡單和大家說 他比大灣區大一點 他大概有10萬平方公里 大灣區大概是 少一些都是5萬多 5萬6千平方公里 差一點 人口呢 韓國是5千多萬 大灣區有8千6百萬 所以就說 人家小國來的波 經濟體量方面 這方面韓國都不是一回事 大家尹錫月 向前 作出走一小步 可不知麻煩就會有很大步 首先我們不要說大國小國的關係 首先講講關於尹錫月的新聞 最近尹錫月似乎 因為他經過聯合軍演和美國 相當有自信心 甚至亞品石瑜快來訪問美國 也可能接受了駁魚 甚至比美日本 所以他的途徑就說 海海的問題都與你無關 非常有衝動 要變成大國 至少是一個關鍵的國家 所以他除了在亞太地區 在台海方面 提出所謂的涉台言論之餘 也曾經提及過 很支持烏克蘭 尹錫月說 如果出現屠殺平民的時候 韓國就會考慮提供援助 打切性 假如如果俄羅斯對烏克蘭平民 作為大規模攻擊屠殺 或嚴重違反戰爭的方法 他就會考慮援助 即是會參戰 不過 毛德韋傑夫就很清楚告訴你 你去援助烏克蘭 OK 你想一想 如果你韓國有一天 發覺你的北方鄰居 我想應該是指朝鮮 擁有清一色的俄羅斯先進武器的時候 你怎麼想 這位關鍵國家 或者是美國現在新進的盟友 立即轉了話題 這是假設性的問題 尹錫月說 南韓很難堅持只是提供人道援助 或者經濟上好援助這個說法 總之就是 你不要抹掉它 我們沒有說過這件事 即是說 一些是假設性的言論 就叫大家千萬不要去當真 接著就是收回它的說法 其實也是 如果你假設很多事情 然後你會做什麼的話 你會很危險 你一向烏克蘭 走前一小步 這個麻煩就很大步 這個韓潮關係會怎樣呢 俄羅斯說 我又假設 你南韓對朝鮮什麼什麼 這個朝鮮又會對你什麼什麼 這個邏輯 行不行呢 這個邏輯 很多人就說 你不是只是大國嗎 你大國不是正正是受這些 所謂的韓國和你剛才說過 大灣區差不多的一個體積的地區 一個國家 這樣真是叫做樂裏面 你又怎樣看呢 你是不是要很過分地去反應呢 我一次過回答大家的疑問 世界上有一個很大的謬誤 就叫做 雞彈坎石牆 這是來自村上春市的謬誤 為什麼呢 首先講講那個理論 當時大家都有噹噹聲 尤其是黑暴時候 很多人都用這個說話 我們是雞彈坎高牆 因為當時 川上春市的班長裡面說過這件事 如果是石頭坎高牆的話 我會站在雞彈那邊 好了 我想問回川上春市 你會不會站在山上徹 這個人物的那邊呢 什麼叫做山上徹 就是暗殺安培俊三的那位青年 或者中年 他是不是雞彈 安培俊三出身貴族 幾代政要 在那邊高牆 山上徹 現在坎了到高牆裡面 不成人形 你站在哪邊呢 那麼想一想 這個世界就是這個邏輯 是不是不成立呢 當大家還在講高牆 雞彈的時候 我又講另一位文學家 這個文學家 真是作詩作詞 他一首詞 大家都聽過 排頭叫滿江雄 和國國約同志 蚂蚵圓圓懷清大國 遲浮貪雪 遲浮攀坎荷 雞毯和石牆的关系就是说 屁浮堪树谭河烟 这不合逻辑的事 不要做屁浮 不要做蚂蚁 这个蚂蚁就像现在韩国一样 蚂蚁原怀清泰国来自一个故事 我想上网上看到这个故事就是 唐代有一个书生在这个树下睡着了 梦见自己去了一个大国 一个国家 叫做大淮安国之为驱马 突然发梦去了大国 变成一个权贵变成驱马 你知不知道韩国 超过美国的驱马 那时候这位南俄任太守在这个大国里面 20年显下一时 不过突然间 因为有我们入侵 整件事就是 王朝崩溃了 于是他 又被人贬为书民 突然间惊醒了 原来我发梦 整件事在这个伪斗里面 所以 我告诉你 韩国这两件事 不过是大国 小国之间的关系 我想提出一件事就是 用回诗人 这位诗人 那个言词告诉你 蚂蚁圆怀清大国 皮革瓓瓓谈何止 同一时间 如果你想读这个高墙与鸡蛋的理论的时候 请参考一下 和文学家 这位诗词的巨人 他说的说话 他的道理 也是適合我们的时事 適合我们的国际 千尚真是搞清楚 你对山上车的立场 如何你才和我说话 我不看你的小说 不过也有看你的散民 既好 不足不错 但你这个诺心我不能接受 尤其是这个说话 就叫做很误仓生 因为没有立场 烦鸡蛋都是对 那就有问题了 韩国是不是很对 是否向正义走前一小步 然后是否后面会有麻烦拜捕 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对韩国 应该需要有反应 即是 你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你严肯和跟美国一样 当然你跟美国一样 你只要搞这个湖克兰 不然你又碰壁 就是那首词 就告诉你 小小环球 有几个瘡型碰壁 汪汪叫 几声差离 几声抽邮 你是不是要 碰到俄罗斯这么强硬的人 你才要復原呢 你猜中国做不做得到呢 我不知道 我们有很多的手段 我们有很多工具商 很多方法 我不知道中国要怎么做 不过呢 都解释 这种小国 这种小人 这种鸡蛋 其实 可怜人 就有这个 真是可悲的 地方 刚才所说的 就是美国很忌惮 中国和俄罗斯的 所谓叫做无限 就是无上限的合作 这个无限上限的合作 就会令到 中国可能会很强大 于是 美西方媒体不断 就是希望挑拨离间 就算做不到也好 都要给国际方面 认识中俄的关系 不是铁板一块的 我们美西方才是团结一致 因为我们有民主 自由的价值 这个共同点 中俄之间只不过一个 所谓叫做 美国的官媒 美国之音 就有一篇文章就说 你尚覆访我 就是给美国制裁的威励 我们的防障 最近是访问俄罗斯 力挺普京之余 也是垂认他的技术转让 首先他说到一件事 就是说现在俄罗斯 都没有什么选择 只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 并作出牺牲 牺牲 不知道 对美国的支持算是牺牲 敏特约 现在很麻烦 惹了中俄两国都对他 我认为 不是很满意 回来这个 李尚覆说 第一次出访 去了俄罗斯 那个信息很强的 告诉大家 中俄现在 不只是所谓的战略 合作 经济合作 为了军事的合作 那怎么办 对不对 这是设计来的 当然没有人告诉你 我们这些什么合作 中国也跟俄罗斯 也不会有什么结盟 因为我们不会有所谓的冷战 那个巢购 对不对 我们没有结盟 谈不上叫两个阵营对立 这个也不是一个冷战 如果你在国际施以任何压力的话 这是单边的做法 一个单边的做法 所以 不成立我们是搞冷战 这是一个 基本的外交常识 就是最近的时事常识 所以在现在这个 李尚覆就是 第一次出访就去俄罗斯的时候 很多的宣家就出来 指手划脚 就说 中国现在好像在挺着俄罗斯 可能会甚至吹出这件事 可能会均匀俄罗斯 也说到 中国也要挺着俄乎战争 为什么呢 打完俄乎战争 如果俄乎战争有结果 整个美西方将会转向 中国在压下的地区 将会针对中国 做一连串的 所谓的 战略的施压 到时 没有了俄罗斯 这个 过往的 投号的敌人 美国 将会把所有的力量 转移到中国 所以他也觉得 中国是不希望俄罗斯 和乌克兰 有和谈 不希望欧洲有和平 这是一个 跟我们 调转来说的 所谓的挑撥性的说话 最挑撥性的说话 也是很羞辱俄罗斯的说话 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结术 虽然已久 就是 当时很多的 所谓的 苏35战机 和S-400 对空的导弹 这些东西 对中国来说 很重要 尤其是飞机引擎 之类之类 就是觉得 中苏之间 中俄之间 其实也有 技术方面的 合作 但是之前 也有很多竞争 俄罗斯 也不是 一致 完全是 顺从 中国 是 很 很慷慨地去支援 我们的 所谓的 军事力量 和 初期方面 所以 现在他就说 就是 迟下 现在俄罗斯 没得选择 但是 中苏 过往的 合作 中国关系 几十年 你这么说 教俄罗斯 做事 似乎 教阿婆吃蛋 似乎 中苏关系 七十年 中间俄罗斯 换助 中国 中国有起 很几乎上台的时候 希望得到 某些方便的 防空 或者是 军事力量 军事设备的 技术 大家都有一个 大国之间 合与国之间的 利益的一个计算 我也跟你说 俄罗斯之前对中国 是有另一个战略的考虑 因为当时俄罗斯是希望进入 欧洲 成为欧洲的部分 俄罗斯 双头应来说是向西多 的向东 所以 他有能源 有好东西 有资源 希望 支援欧洲 换取欧洲对俄罗斯的接受 同时 由于他很近后 他的能源 各方面 就是 近水楼台 他都可以大做生意 所以 无需看中国投气 对吧 关于技术方面 始终是两个 大国互相 是 边界的这么大的 重叠 对吧 中枢曾经有 不愉快的冲突 俄罗斯 在当时的 先进的方面 如果大家有记忆 十几年前 很多新闻都是 来来去去 跳timeman 这些 都是谈不得了 当然 我经常说 经过西方的看法 就是 外交 或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是利益 现在这是 不单只是经济利益 而是战略利益 俄罗斯 好像美国这样说 你都无法选择 因为你已经给整个 就是西方孤立 中国本着一件事不是说 我和你搞什么战略和零和游戏 而是说我们实现了命运共同体 和反对单边主义 习近平和普京会面 临走握手见面 临走的时候都说 这是百年大局的改变 希望中俄可以合作 可以推动这个改变 中俄将会改变这个国际别墜 美国是不是大国 我们不是很着重 重点就是我们中国不一定 需要和美国保持好像以往的关系 你说这个话怎么说 在现在的外交关系 已经不是昨天的外交关系 而是在降级 拍摄桌叫大声公 说我想来中国访问 你竟然间可以说 这么冷淡我之外 还要说句话 还要吵吵我 我是大国 你是小国 这种说话 对吧 今次不同说人 大国有大国的作为 大国有大国的利益 要考虑 所以说我们是否随现 俄罗斯的军事科技 其实大家合作的层面会有很多 现在俄罗斯的军事科技 是不是追得上 时代 或者我们的军部 我们的自主研发 是不是很舒适得过 俄罗斯 这个也是由专家决定 但是有利便互相合作 当然很核心的这些技术 大家都不会互相交流 你猜真的 集团国家吗 没有这回事 所以说 不要教外婆吃蛋了 大家 中苏 中俄 关系在70年 我们的关系怎么做 怎样成 不需要你侧兵去说 无从智悲 不要插罪 千万不要像混石鱼 向一些不应该去的地方 走前一小步 你麻烦就一大步 我看看中俄如何对付 这个新进的美国盟友 美国盟友就是 已经做了驸马 是吧 就像南欧一样 你将为在做梦 我现在觉得自己在这个 蚂蚁大国里面 相当于受到这个重视 军事又有这个联盟 实力很强 五千多万只做一个 可以销动世界的杠杆 我是韩国人 我觉得很高兴 不过 似乎不是这件事 再说一次 不要跟我说鸡蛋糕 我跟你说 皮浮坎雪 南欧太守 希望大家对时事 就会很清晰 讲几个故事 讲几个概念化 希望能够遮到很多蝙蝠 大家都知道 原来我们是大国 今天是大国 我们的合作方向 还是很降阔 希望大家用大国之民的心态 去对待明天发生的任何事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给订阅石楼台 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视频 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都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